今天这个topic就是来自这个Network Graph这个乎思维 其实思维之前也是在大连工作多年啊 中国这两个人都出去了 然后今天这次还从外离回来 从上海来到大连给大家做一个 Network Graphs and Data Cycle设备的实践 我们现在把时间给这个思维 好 谢谢小达 大家好 让开心回来打听 那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现在是在上海 当然我是没去多久 之前一直在大连 我之前在大连大连信 然后我之前好多年一直在做 就是Infrastructure Service 就是OpenStack的那个开发 然后像刚刚马老师提到那个Rust WMM 它也是OpenInfra的项目 然后我在那个Rust WMM的那个Iocato 里面也有TR的一些 然后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开源的人 然后我跟小马哥一起 我们也做了一个跟开源相当的博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这是我的就是那个 然后我也是那个 跟今套一样是那个微软的MVP 然后这是我的Twitter 或者GitHub和我的网站 会在我的网站里面分享很多 开源啊 然后也会分享一些语言什么 然后主要是跟Graph 就是图相关的一些 图技术相关的东西 然后今天我们这个 这个slide 在这里面 现在就可以访问得到 你如果想要back and forth去看 其他信息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详细的信息在里面 然后今天我会从三个面部 来讲这个主题 主题是就是怎么用知识图 然后Graph这个东西 去帮助我们在这个原生 和DevOps里面 一个细分的方向 其实还有其他的场景 我就介绍一个场景 然后我会先简单介绍 什么是Graph 就是大家知道什么是Graph 就是什么是Graph 就是GitHub 就是GitHub 然后我会先给大家解决一下 然后就分享一下 就是我 我为了准备这个topic 是自己动了一份 就是在OpenStats上 用几种方法 抓取一些里面的信息 然后变成图 又会接到什么是图 然后又在Cubernetes里面 做了一样的事情 然后怎么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图的能力 带到我们自己的 这个原生的生产里面 大概是什么样的流程 怎么样的参考架构 然后整个过程 其实我都已经有一天文章生下 然后在那个文章里面 只有Obsite 没有Cubernetes 后面我们分享第二步 然后但是代码 其实我后面会有 就是全都是开源的 你可以再用 照着我 那个在你自己的环境里面 单机就可以跑起来 所有的实验 然后最后我可以介绍 当我们setup起来 整个graph之后 我们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是什么图了 这个图其实就是 数学里面的图论的图 它是一个 利息拓谱的问题 最开始这个term被提出的时候 甚至一百多年前在欧洲的一个城市里面 看到就大家有两个河 然后这个河把城市分了几块的路地 河上是有桥的 当时是有七座桥 现在也不是了 你在Google map上 当时有人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七个桥七桥问题 大家知道吧 你怎么样可以走 然后便利所有的路地 一步重复走桥 然后把它走通 那著名的西桥 后来是被严格的证明 就是不可能的 那研究这个问题的那篇论文 第一次开始研究图论的问题 当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把它抽象到中间这样 到左边这样 最后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问题 路地就是一个点 然后桥就是它们之间的边 那研究这种点个边的那种 这种小式的问题就是图论 那所谓的图技术其实就是 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事物 其实都可以 我们非常关注这种抽象 然后卖不到这种模型之后 解决了很多问题 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比如说 就是这个怎么样 哦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Google里面 这个Google里面 你搜比如说MCU Nebula 它右边这个图案 其实就是基于知识图谱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说姚明妻子的年龄 那这个答案其实就不是基于那种 比较难易度的那种 就是盗牌搜索能够满足的 那这个背后其实就是knowledge 那这个knowledge google最早提出knowledge graph这个概念 就是知识图谱 那知识图谱是图技术的一个 比较直接的一个应用场景 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场景 那ok 那 有点跳心啊不好意思 那我当我的应用图 图技术的时候 有那么几个方面有不同的系统应对呢 那我现在工作的这个项目是一个叫nevlograph的一个 一个开源的分布是图数据库 那图数据库是图技术里面的一环 那一会儿我会给它揭示除了这个 还有其他的几个 几个 那这里面我想 比较的其实就是当我们 持有化图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逻辑上是可以把这个表 用各种各样的 relational 还是各种其他know circle 都可以存 那问题其实就是 几个方面的 一个就是query language 如果你用circle的话 和你用图的这种查译语句的话 它的那个效果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你知道越复杂 就是这种 一跳的两跳的查询 就是nested的这种droid 其实是很可怕的 那复杂度其实在工程里面 其实意味着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 对吧 那但这不是最核心的 核心其实是性能 那我经常用这个例子 去解释图数据库 就是 序分于非图的数据库的差异 就是 我先把它吊到了 我太想 就大家想象 那个游戏还在玩 就是 一个 一个比较强硬的 一个比较牵强的一个比喻就是 刚刚那个雪人兄弟的每个台阶 我们可以认为是 传统的 diabase里的那些表 那你可以认为 当我们做了图的这种探索的时候 就是从一个点 跳到另一个点 再跳十个点 就每一跳这种的图的这种 我们叫拓展 它其实在你传统的非图数据 就是表较多数据 其实蛮昂贵的 那么 你可以做一些索印 做一些工作 然后 trade off以前 然后让它写的时候难一点 读的时候 好一点 但是本质上这个索印 因为你是面向表存储的 就是你可以做到一定的加速 但是你并不能 就是真正的解决问题 就是它还是很昂贵的 而且学的数据量变大 会非常慢 那我刚刚 因为那个有点吵就停掉了 那个游戏里面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道具就加了之后 你的脸会变很大 然后你可以飞起来 然后它就可以类比到 我们图数据库里面的查询 就是我们是面向图 去做存储的话 你的每一跳 其实可以进步OE的那个cost 所以你可以这么先 就是如果大家还不了解的话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图数据库面向这个跳转去设计 那它很快 就当你的数据量大 你可以很massive的去依赖这个多跳查询 图模式的查询的话 图数据库就是提前充优势 可能你的这个查询 你用非图数据库 你可能需要半天或者是50分钟 那也许在图数据库上 就是毫妙几个 就是这个在你业务上 其实就有差别了 那我会快速介绍一下 就是图数据库有什么应用场景 其实大概有 就是你直接说出来大概有十几个 是已经被证明非常非常好用 然后压倒性的优势 带来能与不能的那种 区别 那我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 其实这个点就是那个 带星星的那个 就带secure office 但其实我也支持了一点 这比如说 FBOM 还有security的一些 比如说CVE 然后你所有文件的hash 然后还有依赖什么的 就是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图 但是我这次都没有涉及到 嗯 OK 那 现在是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当我们想要构建一个这样的一个图 那假设你的infra里边有 有 那如果我们不能 获得insights 那所有的信息都淹没在里面 其实我们就 嗯 其实就利用不到 尽管你都存在你系统里都有 那一个 一个典型的一个workflow的话 嗯 我不会说太细哈 就大概你会先分分析 就是你 比如说你的kubernetes里边 各种各样的resource 或者是一些annotation 啊 label 就各种各样的secret 嗯 这个map 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entity 那它们之间的这个 你可以先挑出你 你去关注的entity 把它 嗯 嗯 就是你大概要设计这个图里边 是什么样的结构 有什么样的sigma 然后下一步你要定义 你的同德关系 比如说 嗯 嗯 嗯 deployment 和这个 state for set 它们之间可能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 以此类推 你可以把你想象的直接的关系 你就把它画出来 然后 嗯 当然也有些间接的关系 你也可以也都画出来 然后这个关系要怎么抽取 那 你把这个 大概思路想好之后 就可以实现了 那当你实现好之后 你就去setup 这个etl的pipeline 你 要么去pull 要么去pull 还是说briotic的一些抓取 然后你去把这些关系关系把它都抽出来 然后就放到一个图书库里面 那这样的图库就建立起来了 那我再 我可能一会儿会分享一个repo 我目前做的这个实验 大家 这个 这个会上不会介绍那么细 但是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去看 我们干嘛都是开源的 嗯 我在open stack里面是用到了 pull 和 和pull 我都 都做了一遍 然后就是 所谓的pull 其实是指 从这个集群到图的这个方向是pull 那我我当时在open stack里的做法 是他open stack里内部是有一个message queue 那我在这que里面去订阅相关资源 设计到更改的一些事件 那这个时候就能做到这种event driven的方式 那同时我也写了 写了 写了就是当然有拆机去帮我了 呃就是写了十几个op stack里面API 然后后比资源 然后把它变成关系的这样的 嗯 那这就是pull的 模式 那你真正落地的时候 你可能要用一些deck的一些就是 呃 一些工具帮你 比如airflow 之类的dexter 嗯 把你这个pipeline set up起来 然后它能戳去 那openlays那边我 我没有实现就是 嗯 push的 嗯 push的 push的话 你可以用API里的那个watch watch API 做类似的事情 或者自己实现了什么 嗯 嗯 就是 放到这个control line里的那些逻辑也可以做 然后 嗯 但我实现了两个意思 一个是基于API的这个list API 就是直接去pull的模式 也是取了大概十几个 嗯 十几个资源 然后把他们之间的关系 给抽象出来 然后存 然后另外我做了一个有趣的尝试 我用了那个那个eppf 然后就是 因为你在API里面能够获取到的 这个信息其实是显性的 就是你知道的 那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用eppf可以 就有时候你的你的 你的 traffic 或你的项目 或者你的application 如果复杂之后 嗯 你是没有那么了解 你没有你尽管那个代表听起来 没有你根本以为的 你了解你的那个 traffic的那个pattent 所以有的时候 你用eppf去抓 去反而去抓你的这个整个 traffic 的话 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 那你可以定一个threat hold 就比如说你这个 traffic 超过多少 我们把认为一个它 有highway traffic 这样一个边 这是一个非常触及的自然的一个想法 那如果大家都有自己的应用场景 你可以map一下 看看你可以做什么更多有意思的抽象的边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这个 我怎么抽取的 这个我就不想写 但是这个代码是 嗯 开眼镜可以在这里卡到 嗯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嗯 那个就是 这个是who的那个例子 然后 coominentist的那个代码 也可以在下面有 然后我那个时间关系 我就不想进去介绍了 嗯 不不不不 这个就是那个who的那个模型 就priotic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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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去 然后代码其实在下面 大家可能可以去关 嗯 改成你的关系 右边那个就是我那个 以bpf 我用的是那个bcc里边的那个tcp tracer 我就有一个node 在里边就跑了 然后然后解析那个之后 拉下来 然后 右边是这个代码 那 好 第三部分 就是 那就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 就是setup 这个infra上的这个graph 那么可以 做什么 嗯 基本上就是我们当我们利用graph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再来一个mind module 就是 我们会利用可视化的一个东西 然后先快速的自己去玩这个图 比如说你随便有几个点 然后你探索了几十步 然后看不得有什么 然后在里面场是 嗯 不 比如说你展现出来一个图 你看不得有什么 然后 也许能激发你一些insights 或者是你在里面做特定pathon的一场实验 或者在里面跑这些图的算法也不介绍 然后 你拿这些算法 一步一步的迭代之后 去验证你的想法 如果是op 最后你可能落地到英雄里面 应该有可视化的 当然 你可视化是可以作为你的某一个report 或者分析的输出 但你最后落地到你的系统里面 可能就会 比如说你分析的时候 你可能在乱七里面 然后就会落地 可能是分布师的图的预算 那回头 以后我又介绍了 那 还有一点我要想要就是 啊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按照访问的这种 规则 可以不严谨的分类 三个这个类型 我把它叫做 query-based 还有algorithm-based 这个最后一个单列的 其实不是特别严谨 叫GN-based GN是Brush Neural Network 就是这个神经网络 就是在这个大元模型火热 火热的这几个月之前 我们神经网络里面 最fancy 最流行火热的这个方向型 就是Brush Neural Network 就是GN就是这个领域 就是这几年 就是AI的论文 在大元模型之前 主要就是这个领域 其实它其实非常好用 一会我给大家介绍 所以我们在利用的图的时候 基本上是有第三种模式 一会我给大家介绍 我实际的例子 也是按照这三个维度去分的 OK 这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在念 试验的时候 自己玩 你最终可能落地 可能是你的这个 这个development loop里 某一个比如说可以观测性 或者 一些policy的定义 security的一些机制 可以真具能利用图的能力做更加 make sense更加高效 或者以前都不敢想的一些 patent matching 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在利用可视化 我们人脑上的witch 理解这里边的一些隐藏的信息 这个应该就是 这个就是我把用我刚才写的代码 抓取我自己本地的 一个miniq和cluster里面的信息 然后这个我应该是跑了一个 跑了一个 跑了两算法 跑了一个节点中央性能 用于patreon 然后又跑了一个luvitch类的 就是cluster detection 就是检测这个图里面的聚合的 这个社区聚集的程度 然后把不同的 化学者的cluster 标进更多颜色 那其实这个 光这个重要性 就是它体验的这个点的大小上 然后和这个颜色的标注 其实体验的聚集的社区 这个一赛呢 其实应用到我们的这个divops里面 其实就是蛮有意义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做一个tab 或者是后面会介绍了 比如说一些信息的传递 然后一些推理 然后一些推理 OK 这个我弄了一个稍微fancy一点的 一个 那个什么 就是我想展示 就是你从一个点 比较形象的展示 这个帧率有点低 看看 就是 大概是你从一个点探索出去的 一个 幸福的效果 但是 就是大家可以补到我们的项目 OK 首先我可以介绍一个query-based的例子 那就是 就是 这边我们列四个就是图出路的点文的查询 其实它就反映了 我们可以在图上实时的做查询的一些模式 第一个叫 get subgraph 这个subgraph 其实是整个图上的一个真子级 那 一般的就是从一个点开始 刚才那个 扩散的功能 其实就是一个 子图 破大的一个过程 那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看这一点 可能像 关联的那个定制关联的关系 也能做现这个行为 可以取一个子图 那 第二个是 fine path 第二个是 fine path 你可以找所有的找 就是最短的 但是你想说 两个点之间的 那一边的多套的路径 它们还是怎么连上的 这样的 也看起来没有关系 但时间是有关系 可能能找出来 那这个在fine path 最后一个mash 就是中间你可以用 ask的这种方式去写 各种 方向手号上的标记两个点 你可以写很复杂的模式 它可以直接查出来 比如说 这个例子 这是我其中一个查询的结果 那 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 告警 或者一些状态 一些传播 比如说 我这个里面的例子 应该是open-stair的这个例子 我应该去查 刚才这个很简单的 就是第一个 上面这个应该是 CPU的大概多少 然后它是几条连接 下面这个就是 在这个IS里面 就是你可以有二层三层的 里方和连接 然后它可以很方便地去查 就是 比如说你有一个 VM 比如说一个Escape 就是逃一的还是什么的 或者是你扫出来 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或者是你报了一个 别人 report的一个事件 那你在图上是可以 就是 帮你快速的去传递这个 信息 或者说 比如说你有一个 对你的VM 比如Escape的话 那你理论上 你应该传递到 这个host 所有其他的VM 那host 所有其他的VM 又又跟网络 然后二层和三层连接到很多其他的VM 那就这些 这个状态是需要被被传 被比较方便的传递 那用途是可以做的 对这个就是一个传递的一个例子 我看一下啊 OK 下一个例子 这个对这个我刚刚说的 就是你有一个VM 假设有各种问题 或者你很关注他 那他是可以 就是在图里面很容易 一下就查出他的很多 很多跳的那种不同类型的那个关系 这个我就具体我就不解释了 就是 嗯 就是刚刚看我的网站里面 最近的一天vlog 就是讲 就是所有的这个例子 每个的具体怎么查询 然后它的页盘是什么 好 今天就详细查询 好 这个其实是 也是Pairbase 就是 一些component 那些血缘关系 比如说 嗯 查询你就不看了 直接看一图 啊 这个图应该就是 右上角的一个一个图 就是假设它是一个VM 假设它里面的secret 那个被发现已经泄漏了 或者是它里面 嗯 它的那个emage 它的这个 那个volume里面 扫出什么不对的东西 那你可以查得去 比如说 它的这个volume 是从另一个image去boot的 然后这个image 是从另一个VM snap shot去创建的 然后那个 那个被 又被其他的VM创建 然后又 又共同挂载 就是 就是这种所有的关系 你在图上很容易 就是 毫秒才能查到的 而且 嗯 你在定义你的这种安全 还是 就是 搞定还是 可观的指标 的时候 用图去表达 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表现力 超强 对 以前不该想的事 不管麻烦的是在里面很容易 工作的 而且有的都是稍微我们的预期 这个是另外一个 一个详细解释 那个文章里面有很详细的解释 然后这个是 潜在的 这个安全的 隐患的这个 范围 这个里面这个查证我写的很长 就是MetroPathin写的很 很复杂 嗯 就是 也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就是 嗯 我就不详细说了 这个 它这个图里面 能看出很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在我的文章里面也有介绍 啊 这个就是Kubernetes 这个我中文用Kubernetes的例子了 就是假设Path被逃逸了 或者Compromised 然后 它可以 就是 瞬间的帮你查到这个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 不只是 那个API的 也有 就是你以其他的方式 就是推理 或者是像我 你用 VPF 或者你用其他的一些信息 传到一起的 所以 不是那么 简单的通过 query Kubernetes的API 写的那个 pathin的代码 那么容易做 就是一旦你把它放到图里以后 所有的这个复杂的 pathin啊 啊 都很容易表达 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 那当然你们可以用它做几群的调游 就比如说 你的workflow的 placement scheduling的一些策略啊 还有一些 像 嗯 刚刚进到图上 你可以给那个 任何 request的一些资源 配置啊 所有的这些信息 如果你就放到 就是你图上如果有 应该有的支持的话 都可以通过一些查询 去推理出来 啊 这个例子 我后面会发了一张详细的介绍 嗯 好 这是第一部分 就是基于查询的 那这个其实是最难 最直接的 那我可以做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是关于 基于图算法的 那就是我开始就说了 这个常见的图算法 就是大家应该要熟悉pathin 就是最开始不过用来 做它所有引擎 但现在所有引擎 不用了 太简单了 但是在很多其他引擎 这个还是被绘化引用 它就是算通过你这个点和点之间 你能接的这个客户的一个迭代算法 在图上来会不断地算 最后能算出来哪些点也比较重要 那最开始google 那个排序是有用到 这个pink就是那个google 创始成 every page 的那个命运 嗯 当然也是那个 那个什么的 就是网页的那个双关 那k号是类似的一个 一个也是这种目的的一个算法 但是它考虑的维度就不一样 还有个tuinness and uncertainty 就是它它定义了一种 一个凉度 就是说你这个点 在这个两点之间 或者两点之间的 最小的那个最短的 通过的这个点 那你这个点 就有更高的这个中药性 也就是乔量节的那个中药性 那在图上做这个运算的话 你能获得另一个假图的 节点中药性的一个信息 那你关注不同的这个 你的问题 如果关注于这个连接 那不同的类型的这个算法 其实能够给你不同的信息 那类似下来有个 Label propagation Lumine 还有那个 connected performance 它呢 就是刚刚我说的标颜色 它们是不同的方式去运算 这个社区指别的算法 那后边还有一个 就是相似幸存 我就不想记住了 后边我应该会 这样的详细介绍 这个代码就是用我写的一个项目 就能够用AI的一个库 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你这个图库里面 就几张代码 你就能把这个图库读出来 然后运算 跑了一个patreon 就跑了一个路面 然后又把这个图挂出来 就这几张 然后就能得到这个期间 刚才那个效果 对 就这个效果 你取了一个图上 这个应该是patreon 那张图 然后它这个大小其实不是patreon 然后颜色就是它的社区 它的聚集的划分 然后一个例子 就是刚做那个标签传播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在图里面 你标这些信息 就是在知识里面 比如说你认为这个是可疑的 或者那个点是怎么着的 你用这个label propagation 是可以帮你在图里面 不断地传播 然后获得更多的信息 那这个特别典型 是在就是机器学习续领域的时候 你的这个标注不够的时候 是可以一个很好的 具体 这个例子 具体我在下面这个文章里面 有一个展示 有一个代码 ok ok 这个时间关系 我不继续 那么详细 这个similarity的话 就是看这个相似性 那你其实 比如说你在 你的机器学里面有一个资源 它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你可以用这个 一些相似性的算法去帮你 获得这个点的一个子 比如说这一个点的相连的 实跳的什么 比如说你获得了千个点 不用全图 然后在这个千个点上 就算一个跟你出关系的一个点 或者是你关注的这个点 可以做一个解卡者的那个 similarity的这个运算 得出最相关的点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可以提示给人 说你也应该关注这几个点 这个也是一个 可以做的 放到你的代码 那个路里面 放到哪个管都可以 观测性 还是一些 policy 还是风险 都可以 嗯 这个我列决了很多 我已经时间关系不讲了 以后我会发言上介绍了 当然到这儿的话 到这儿的话 到这儿就是我在这个 可数化的浏览器内部 可以做的预算是你做实验 有点最新的过程 最后落地的话 嗯 你最终是会在分布室里面 大量算了 这里边 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 拖拽的方式 去定义这种dev 最后落地是分布室 去大海洋里面出去预算 然后这个是 设计识别的算法 然后你可以 帮助你去 嗯 做一个打标签 当然你自己 比如说你COOPANIS 各种CRD 各种羊毛里面 本身是有able的信息 但是其实很多的 那你用这个 那你用这个 就是比如说LUMAN的算法 可以帮你 做一个 他们的那个 呃 带出什么内部的一些画困 这个也是一个 有用的一个insight 然后这个重要性的话 就是大小 我就不想 但是它的用力 我也会想 比如说你那个 找到这个 这个 你定义这个 alarm的这个级别 因为 刚刚经常讲的说 你有海洋的alarm 海洋的event 那就没有 对吧 信息量太过载 那你用这个就可以帮你挑出来 是比较重要 或者是你的 你的那个集群里边 就是有没有哪个点 是一副当光 那我们开 叫fresh 比较脆弱的 那才帮你提示出来 那也可以帮助你 优化你的这个安排 对吧 不要让这个一个点 比如说我当时算这个的话 这个点就是我集群里面 那个atx6的那个 一个paw的 我那个 我没有能用 ha 它就是最 这个strategy 这个就提示我 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最后一个方向就是gen 那 时间关系 我就快速说 你可以利用它的 比如说这个是 你可以 识别出来anomaly 就是异常 或者是 做一些root cost analysis 这个就是点的分类 那 这个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图形电网坡的这个链路的预测 然后帮你做一些workload schedule 的一些优化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属性的预测 的预测 的预测 帮你去预测就是 一些流量 或者是workload 然后帮你去预测你的这个resource 的usage 和cost 嗯 然后这个可以利用到另一个项目叫level DGL 这个也是我写的项目 然后你可以很容易的就是这些行 你就可以得到那个D 就是得你nevil graph 这样变成一个DGL 一个对象 DGL的deep graph learning 一个一个 一个开源 一个非常流行的 一个 Graph的deep learning 的一个library 那下面就是这个DGL 和我的这个nevil DGL 然后我最后就marketing时间 我开始介绍了一个nevil graph learning 项目 就是它是云原生的开源的分布师图书 非常多 然后有很多很多主要 像它有 基本上都是开源的 还有它有 Kubernetes的 之前我也做过一些 云原生社区做过一些这方面的分享 然后我们的社区非常的火焰 有很多很多大家小小的团队都在应用 比如说微信啊 美团啊 中国移动啊 都在用nevil graph 然后nevil graph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就是我们设计的是 面向超大规模的那个数据 那比如说这个就是之前 Evergreen 就是台湾的那个船 卡的那个运河上 看起来很难 对吧 就是看起来 但用面这个问题有点像 但是解决方案什么 就不一样 但nevil graph设计的是 因为左边那个场景 所以就是非常适合 超大规模的那个图书 就是这个图 recap一下就是 首先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是图了 图里面其实就是关注的那个verdex 和属性 我忘了说了 就是点个边 点个边上可以放kb 那个kb就是proper的属性 然后图一般访问的模式 我的抽象是可以查询 那种query 一般都是oltp的 然后你可以做分析和算法 一般都是迭代识 你可能需要很大的内存去算 然后还有就是gn 但列出来其实它也算algorithm 但是它真的很好 有在很多场景下 今天没有展开讲 然后怎么样去构建一个这样的图谱 然后让你的这个divops 你这个loop变得更强劲呢 大概的那个work流程 刚刚我有介绍了 然后你可以获取的pattern 我也有实力的代码 参考的架构我前面有 那怎么利用的话 大家回顾一下我们query的话 可以各种pattern delive你的policy 或者你的消息怎么传递的一些机制 然后基于elgorithm 可以做更聪明的一些insight的获取 然后gn的话 gn我稍微想到里面 就是gn看起来 你那种深圳人 就是最后预测的时候很慢 但实际上你是可以取一个子图 因为图的图的话 就是locality这个信息保留 就是你虽然整个图 可能有百亿个点 但是你关注了这个信息的时候 你时时地来了一个新的资源的变化 取得几千个点的子图是毫秒级的 然后把它喂给你训练好的模型 就是毫秒级的结果 最后我介绍了为什么要关注NableGraph这个项目 右边是一些参考 第一个是NableGraph的Github repo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 第二个是我的网站 我很多信息都会在那里分享 有没有很多有意思的分享 第三个是刚涉及到algorithm的时候 那个代码使用了NableGraphAI 这个是我的一个项目 还有今天的那个项目叫NableDGL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感谢大家的时间 谢谢 感谢思维 接下来我们进入QA广点 大家有问题吗 我声音比较辣 我就直接说了 非常非常感谢分享 然后这个拖宽了我的视野 其实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也学过这个图论什么的 然后当时我们想的是 只是在这个传染病的研究啊 或者什么就是Network 就是Tapology这种研究 没想到在云原生里也有这个 我们可以这个应用它 可能我的问题就是说 像这个图数据库 对于我们的这个传统数据库 它有什么优势 它有什么劣势 可能我更关注的是劣势 因为你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优势 还有说就是它在 这个什么样的应用场景下 真实就是适合这个我们 应用场景使用这个图数据库 谢谢 再来说一些劣势 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吹到的 一个比较讽刺的一件事 就是relational database 并不擅长梳理relation 就是我们传统的关系数据库 当我们关注relation的时候 它那个relation 其实讲的是 你同一份数据标多存 以前硬盘很贵 但实际上 当你很关注relation 你想做多效查询的时候 那个join是很贵的 因为它是面向 领续的表和结构的 如果你的业务更适合在 Excel里面 当然你的Excel 不能输入你的scale 但逻辑上能在Excel里做的话 基本上你用表结构是比较合理的 那如果你的 你的这个业务逻辑 或者当你开始关注 像我刚刚提的一点 各种模式的图的查询的时候 那它就不太适合 但是代价是什么 代价就是你做所有的 以前在relational database 里面能做很方便的事情 在这边做的 有的时候都会变得更好会 那中间有些trade out 比如说nevrobrought里面 内置了跟elastic的一个链接 那你做全文的搜索 是可以靠哪个查询 我们是用rust的类似 类似把数据 一步的往那边同步 然后你想要做全文的搜索 复杂一点 你就从那去掉 那如果你想要做类似具 select什么from 然后你去表查询那种情况 如果你有在这个图上 也想做等价的查询 那你需要另外明文 explicit的去创建一个锁印 那这个锁印是有代价 就是你写入的时候 它要留存一份 好像你表结构一样的锁印 好处就是当你除了你图探索之外 你想做类似于表里面的查询的时候 它读的时候会加速这个查询 因为我们是面向connected 但是如果你是表的跟扫的 反而不擅长 第二个问题是场景的吧 场景我举几个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wechat 他们使用neverbar 就是社交网络 你几条好友 也有些风控方面 比如说知乎 或者是那个支付宝 他们或者美传放 他们美传用neverbar 用了50多个场景 在他们内部 然后封装了一个内部的 图的语义的一个SDK 他们各个业务都能用 然后 比如说你 你用盖上点评 你在里边 我说两个例子 就是美团公开分享 他们用neverbar 你在里边 就是问一些你附近有没有什么 他那个问答助手 用后背的知识图 就是几个neverbar 那说到ChatGPT 就是ChatGPT 它很擅长帮你做很多 超数以前 计算机能够想象的 智能化的问答 但它的劣势 就在有的时候 它小胡说八道 它不能给你确定的 那个答案 那如果你比如说 你想要在一个医院的 一个智能助手里 帮你问诊 就是你什么病 要去哪科 你这个用ChatGPT 可能出人命 这个时候你还是应该用Graph的那种QA 那个叫QAKG 就是基于knowledgeGraph的这种 问答的助手 不需要太智能 但是要确定的 能够调到你 应该有的知识 那美团里边 它还分享了一个有意思的 我觉得我特愿一下 就是你在 师傅宝博或是 那个美团或者当链行里边 你搜饭店之类之类的 它在推荐的时候 你知道推荐系统非常复杂 即使你是这个推荐系统的总负责人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这个被推荐到最大的 那这个可解释性 一直是个很难的问题 那图天然有个问题 刚才我忘了讲的 就是我们得到一个 这个节点子 这个节点子 它最相似之后 你在里边转手 在图书的柜里 查一个fine path 就能查到为什么 它最重要的原因 它们这些路径 就自然是你的解释 美团正想的例子就是 我给你推荐了这个饭店 它会除了这个菜品 饭店 让你个人profile的画像 比如说你山东人 然后你在北京的山东人 然后喜欢这个饭店 它会给你 这个区域就在Nevlogar做了fine path 就是这个给你推荐的一个解释 就是你们每天用 当然有很多 美团里面的那条解释 就是背后就是Nevlogar去做 谢谢 谢谢 还有很多其他案例 可以关注我的网站 思维点的 谢谢 健身大部分 是不是 efendim cert 为什么 这个还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Tensflow是让出了一个Gram的Library 而且那个 他一个R是没有的 这个Library 这个R是没有的 这个R是没有的 了解 不过就是像如果是图的 就是 Gram是没有的 但R是没有的 那Liton都没有了 了解了 那你能备下来 这个我不太清楚 我不太了解Tensflow 但是我知道 就是图是联网图 Deep Learning的那个Crew 比较流行的有两个 一个是DGL我刚刚提的 那个就是AWS 他们和纽约大学合作的 还有一个就是Pytosh Graph 那个是最流行的 但是Tensflow我之前就有影响 就是他出了Graph 但我确实 明白了 我还是不知道 这个问题 比如说现在那个 本来的集合 都会有一些 向量化的程度 比如说如果 比如说你拿来 分享的 程度 可以做那个 类似的 图件反应 可以记住 但是 有人有 这方面的探索 比如说 给他们打向量化 什么 图事 纯线浪漫化的话 就是Nelograft 现在还没有 但是我们之前 有一次 Hepathon里面 我们有一个contributor 确实在 他能在那个Nelograft 人做KN 但是后来没有 合并到上游 就是这个还是做 就是你做 用专门的那个 connector的那个search 比较适合 但是我确实是在 最近有点忙 然后我是想着 未来的几周 比较时间 我会想着就是 因为我看到那个 就是那个 LL MMA的 index那个项目 它里面其实是有 knowledge graph的 这个抽象 对 我其实是想着 把Nelograft 扔进去 然后帮助他 做一个 现在很多数据 有了业续的数据 你也全都有数据 所以在这些方面 能打向量化的 它有 但是 你能把他 能打向量化吗 是 我们没有在 我们内部的能力 因为我没有那么general 其实你只要用了图 就是一般 就很多场景下 图数据 不是你的single source 一般你会有一个 relation of diabetes 然后会异步同步到graph里面 然后 所以你可能真的要 query向量的时候 我们观察 就是在 想在图这个里面 一起能把 vector 设置所有的话 稍微目前来说有点少 然后我们时间也可能 也会更难一些 一般比如说你在 postgrass里面做 好像比较容易一些 好的 看来大家对图数据库 比较关心 由于时间的关系 大家可以跟老师 亲爱的去互通交流 谢谢方老师 谢谢 好的 好的 好的